这一段一定要解一解 我听线上的课程就收获很大 取关了三百多个丝袜的美女视频 刷刷视频的 哇 我好成功啊 所以你看 你一定要让你老公看我的视频 你老公看我视频 他就取消了大长腿小姐姐和丝袜视频 看知识主播了 当一个男人开始学习 开始进步 开始想搞钱的时候 家庭幸福至少解决了90% 对吧 哎呀 我看我拯救了多少失足男青年啊 这一段一定要解一解 确实增加了夫妻的关系 因为我平常会把杀了张琪老师 对我自己触动的分享给他 有的时候我两三天分享一条 他后面一天给我分享十几条你的 告诉我你做什么行业 我做美业 是做产品还是做终端 养肥养生 直营加加盟店 好 有多少加盟店现在 三百多家 就是直营加加盟有三百家 那还是规模已经初级规模了 非常好 我的美业客户也很多 你听张老师的直播或者是听我的课 在你的行业上你做了哪些改变 有没有好的结果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做了一个本地生活 然后做了美团 就天网的 然后私益呢我们做了 但是没有学课程 不知道怎么操作 我想讲一下他的行业 做个类比哈 所以所有的服务业在短视频平台 其实你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是2C 第二个是2B 2C就是给门店导客户 所以本地生活 大众点评和美团是必须要做的 现在的抖音呢是拳打脚踢啊 第一在信息流上抢了百度的流量 在电商上抢了淘宝的流量 在本地生活上再抢大众点评和美团的流量 所以抖音成为了个超GF 没办法啊 张一鸣真的确实很厉害 你翻他前十年的一些 前五年的一些思考 所以今天的抖音是拳打脚踢 各种互联网本身的平台 但是其实呢 今天你做个实体门店 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我们以为你们都知道 后来我们发现 其实你们都不知道 就是这真是有喜悲差的 今天你开个美容院 你给别人做脸 做身体 减肥 减脂 然后你做个普拉体管 你做个一家管 你是一个纯线下生意 当然客户必须到店 你才能去服务 但是用户在哪啊 用户在美团上 用户在大众点评上 美团和大众点评的算法是什么 是评价 所以你一定要让你的用户 在这里体验完了之后 给一条评价 你看我们今天搜索 我今天要去剪头发 我要去剪头发 我搜我这个酒店附近 有多少个理发的地方 然后我会去看什么 我会去看评价 是四星 四点五星还是五星 我再去看看评论 所以如果你要经营好美团 要经营好大众点评 实际上是经营什么 经营用户的评价 怎么让用户给你一个好评 对吧 你去仔细想 要不是精神爽点 要不是物质奖励 所以美团和大众点评 经营的是什么 用户的评价 抖音叫本地生活 视频是什么 视频是传单 理解了吧 发传单会不会发 会发 发视频会不会发 不会发 有什么区别 把传单变成视频 仅此而已 所以拍你的店 拍你的产品 拍你的服务 拍客户对你正向的评价 然后挂一个卷 诶 这是本地生活 这干嘛 这叫2C 门店只能覆盖 周边三公里到五公里 到十公里都很大 所以在抖音上 除了2C 还有一种方法叫2B 2B是干什么 我不是卖货 我来干嘛 我来招商 在中国要找个 安分守己的打工仔 这件事情越来越难 但是今天 在中国的现行商业 要找个纯纯欲动 想发财的创业者 满大街都是 所以钱来自于三个市场 把货卖出去 把商机卖出去 把故事讲出去 把货卖出去 叫商品市场 把商机卖出去 叫创业市场 把股权 把增长卖出去 叫资本市场 卖货 招商 融资 我有一个学员 他干什么 开KTV的 KTV是不是个 纯线下争议 他三分之一 到二分之一的 加盟商 是从抖音上来的 他抖音上不卖卷 也不导流 他抖音 他自己老板 做个人IP 是干嘛 是招商 他招了很多加盟商 别人一看 哦 新歌干什么的 开KTV的 他做的不叫KTV 他叫什么 他叫城市多元化 社交空间 他的KTV 跟别人的KTV 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他的KTV 能赚钱 他的人效 评效是怎么做的 哦 这个老板有 章业模式 这个老板 有对创业 和对商业的深刻思考 所以很多时候 加盟商 加盟的是什么 加盟的是这个品牌商 老板的思维 思考 我在你身上 看到希望和未来 所以你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发现没有 我们今天的短视频 我们要从战略上去思考 所有跟你讲 短视频的人讲的都是招数 只有我在跟你讲架构 你听了我的课 你才能真正的 从架构到招数 只有招数没有架构 就像今天这个房子 你看不到这个房子的结构 你只能看到 这个房子的钢筋混泥土 意义在哪 所以不要只见树木 要见树木背后的整片森林 所以未来 产品是过剩的 流量是稀缺的 不管你卖什么产品 都要去低成本 高效率的找客户 所以怎么做直播 怎么打爆短视频 怎么玩天网 所有的实体企业 都必须要掌握一个本领 互联网货客的本领 短视频货客的本领 所以怎么玩 来取下单 我们专门去教了 天网如何做短视频 如何做内容 如何做直播 如何做IP 甚至如何做新媒体的投放 网红明星 怎么帮你做仲草 人网 怎么做私欲 怎么做裂变 天地人网 这个时代流量的打法 这个时代流量的模型 所以来到小黄车的地方 取下单 社交朋友